大家好,我是小薛 今天我妈说给我们腌点鸡蛋吃啊,做一个五香菜叶蛋 我妈腌的鸡蛋也是特别好吃 我拿了一块鸡蛋过来 然后一会儿开始帮我妈一块做 腌的鸡蛋也是特别快啊,腌上之后一会儿就能吃了 带大家看看怎么做的,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呢,先把鸡蛋洗一下,洗干净点 然后待会儿开始腌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 鸡蛋已经洗好了,洗了一盘 然后这是我妈弄的 弄的一些 调料啊,这都是啥样吗 花椒 大料 香叶 就这些什么,花椒大料跟香叶 然后把这放水里 怎么弄 凉水放鸡蛋 水水够吗 够 一样的东西 还是第一次看你做这个 知道,下一个 一样的 吃 一盘鸡蛋 这个好了,今天就能吃,还是腌几天 今天就能吃 今天就能吃 锅已经开了 再放点盐 还得放点盐 小鸡蛋 放那么多呢 嗯 这个锅是很香 晚上就可以吃了是吧 看着还挺好啊 闻点鲜味儿了 特别香 这里煮那个多长时间 三两片会儿就香 等于煮熟了就行了是吧 然后还得腌一会儿 哦,腌一会儿 我才来的我还得先吃了 我就给他弄着吃 哦 孩子也爱吃点咸鸡蛋 哦 这家绿色一点 嗯 我孩子挺好 嗯 一会儿可以出锅了 出锅了我先给他拿一个尝尝 哦 熟了吧 熟了 弄什么呢 还挺香 弄点咸鸡蛋 咸鸡蛋 茶鸡蛋 对 放茶叶了吗 我也放 没放茶叶 没放茶叶 不是茶鸡蛋 不是放点茶叶吗 我最近回家就不用放茶叶 挺好吃的 是吧 嗯 我记得我在北京上班时候腌过一次 放茶叶也很好吃的 啊 我这个就好吃了 不用放 不用吗 不用 我也不会腌 就腌过一次 那到底是放了还能不能放点 哈哈哈 不 为难了 哈哈哈 要不少放点吗 不放也好吃 不放 不放也好吃 嗯 我感觉放应该有点味儿吧 你不放一半想放点 哈哈哈 谢谢 嗯 拜拜 来我茶叶底下 那茶叶拿过来 谢谢 这是早放 刚刚放点好吃了 行 呀呀 谢谢 后来你再自己煮一下 嗯 对 嗯 那你再煮 咱妈放 妈少放 哈哈哈 你这些后地 你再煮一下 多会碰到 是吧 嗯 我以为腌过一次就好吃了 第二次在下面腌就腌不成了 嗯 奶奶腌下就干什么了 嗯 对不起 对对 走一下 一会儿就能吃了啊 哎 哎 走了 好了 腌了 腌了腌了腌了 一个一个个腌了 哦 嗯 嗯 installation 哈哈 腌的有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放地儿了 它捞着 腌的溫子都是香味 先拿一下嚐嚐 妈 你要吃一个吗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嗯 特别有味 特别家 来了 你锅鸡蛋 尝尝 老屋子都是很香 是呀 我自己锅了 有一定多吧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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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倒的吃 快点 想吃 奶奶都给卡鸡蛋闻了 这味道就好吃 嗯 这挺好吃 有味很咸吗 嗯 满的那一式的 嗯 好吃 腌食间长点更好吃 嗯 这刚腌了两个小时 我就 我那天学还想尝一个 它也挺好吃 牛肉啊 嗯 嗯 嗯 吃牛腥成军 嗯 嗯 凉一块鹽肉味 嗯 他是不是爷爷回来 喊爷爷吃鸡蛋 喊爷爷来吃鸡蛋啊 嗯 慢点啊 喊爷爷 姊爷爷 我 ikke Carla 吃鸡蛋 我会让他享受鸡蛋 不要 awards tandem 何